赤同乡台一线在日前连续发生多起 民众车辆停在路边 车窗却被砸破偷窃事件 在接获民众报案后 云宁县警察局抖六分局 马上成立专案小组 并扩大调阅监视器 最后是在24号凌晨 加一名詹姓嫌犯给逮捕 日前接获赤同地区有多起车辆 遭打破车窗 窃取车内财务案件 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积极追弃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后 锁定一名詹姓嫌犯 于4月24日凌晨 持云林地检署 所合发之拘票 将詹嫌查细盗案 警方表示犯嫌因为缺钱 因此就以路边的石头 随机砸破车辆车窗 然后再进入偷窃 再短短两天就犯了三起案件 算只有来偷窃到将近300元 但是被害车主的维修费用 恐怕就要两三千元 那詹嫌是以石举 路旁石头将车窗打破之方式 随机对停放之车辆 窃取车内的财务 全案依窃盗罪 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 侦办 另外有检察官向云林地方法院 申请积押获准 警方表示这场案件 全案也将以切到罪 将犯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同时也呼吁被害车主 主动向分局联络 而警方也向民众宣导 下车时不要将财物留在车上 犯人连续砸破三台车 车窗却只有偷窃到三百元 但是每一台车的维凶费用 可能就要两三千元 车主感到是非常无奈 幸好警方火速将犯人逮捕 避免类似的案件再度发生 介财云林县采访报道